Hello 大家好 我是豆豆 今天我就要來打手游 今天用來打手游的機器就是 21比9闊的Sony Xperia 1 II 你看到我拿起來好像電話很大 而且螢幕也很闊 比我臉還闊 但其實這部電話超輕 它的重量其實跟一個冷氣機遙控差不多 功能上它搭配了5G 可以用更快的速度下降遊戲 那我今天就來玩Call of Duty 用這部機器來打遊戲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它有一個比賽設定 那你玩遊戲的時候 你就可以關掉所有通知和來電 那你打遊戲的時候就不怕被人干擾了 還有它有一個新的 運動模糊降低技術 它可以減少蒸素之間的延遲 那就可以呈現更加清楚的圖像品質 每個遊戲裡面 它都有一個遊戲增強器 這個按鈕可以收錄我玩遊戲時候的過程 還有它可以錄下我玩遊戲的時候 我的樣子是怎樣 還有一些評論 那最搞笑的 它是有一個變聲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變聲這裡 它是有選擇 偏向男性一點 還是女性一點 我都想起 經常上網會看到那些男生 用那些女性的變聲器 來騙男生跟他們一起玩遊戲 那它除了錄下遊戲的過程之外 它還有長達30秒的Scream Cap連拍功能 如果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有什麼不明白 你想上網搜尋 又或者你想上YouTube 但又不想離開遊戲的時候 它有一個功能就是Split Scream 你看到我現在可以上YouTube 或者我可以去網站那裏 那你就可以控制你兩邊的屏幕要多大 那我現在就打一會兒機 我想說它的攝錄很漂亮 我第一次開 但我現在沒有開過變聲器 那昨天就是我自己玩 那今天就ad了大文和其他網友一起玩 那我現在就ad他們進入我的房間 咦? 開始啦 好緊張啊 聽到 聽到 你聽到嗎 好強呀 旁邊隊 有沒有死 有沒有死 但我們正在領先,我們正在贏 他們的槍比我更厲害 我看到你了,再攻你 他的槍很厲害 贏了我們 哪個MVP 完全被人carry 有百多Level的 這部手機如果你是日常用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沒什麼大感覺 但一玩起遊戲的時候,就很大分別 很快玩機的時候不會疾機 顯示幕解釋度還有4K 還有他的螢幕闊,就算我兩隻手在玩遊戲的時候 也不怕影響我的視覺 另外我自己挺有興趣的就是他的賽斯鏡頭 相比起平時的電話拍照 相機感比較重 裡面有智能風聲過濾功能 攝錄音質更好 還有實時眼睛自動照 可以捕捉人和動物的瞬間 我發現他的拍照真的很漂亮 讓你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疑問就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